你的幸福就是让我感觉到难过 后悔没有把你的手抓住 手机的功能真的是非常让人讨厌 我本来觉得我已经忘记了你 可是当我翻到一些老照片的时候 突然看见了我们之间的合影 我对你展现出我最幼稚的一面 你对我来说是属于一种家人的存在 我想过毕业了我们就结婚 去你最喜欢的伊斯坦布尔 去看看古老的城市 善良淳朴的人们 再看看你最喜欢的小猫在大街上行走 就好像是在昨天 你还在发微信问我 明天我们会不会像老电影里面 明天我就能在火车站旁边看见你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曾经最苦的日子 在家人的反对下 我们两个人在上海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 一起吃着一碗泡面 你说你最喜欢吃着葡萄 看着一部老电影 爱在黎明破晓时 你说过这是你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 就在我发工资后 我去了一家水果摊 给你买了一大串葡萄 看着你吃得非常开心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曾经说过 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没钱 甚至于还得发愁下个月放租 但是当你看见我提着葡萄回家的时候 那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曾经的我们也算得上是年少无知 我曾经最大的理想 就是和你每一天都在一起 时过境迁 我们两个人因为各自的梦想 去了各自的城市 在你临上飞机的前一刻 我抱着你 我说我会等你 等我们毕业了我们结婚吧 我们彼此都在坚持着 在对方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都会在背后 为对方打起加油 虽然隔着屏幕 看着你 却摸不到你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拥有你 我是幸福的 在你无助的时候 我恨不得马上订一张机票去你的城市 什么也不说 默默地抱着你 我就是想告诉你宝贝没关系 我在呢 男人嘛 我们毕竟是幼稚的 我承认 我为了游戏 我曾经好几个小时不理你 在你最无助 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却在电脑前 抛围着所谓的埃兹拉斯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我可能是把你弄丢了 你可能 再也回不来了 在我们分手的第三百天里 讨厌的手机提醒 我看到了我最不想看到的 可能也是有自虐倾向吧 我偷偷翻了翻 你的朋友圈 我看到了你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这种姿势 怎么说呢 就像好几把剑戳在我的心里 因为你我喜欢去旅游 看一看美好的风景 可这就是因为你 我不敢去旅游 我怕自己会突然想起你 我很希望你能在我的身边 就像原来的我们手牵手 曾是朋友们最羡慕的一对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我现在看不了你很幸福 因为现在给你幸福的人不是我 在照片里我看见那个男生的无畏 和对你们未来美好的憧憬 我仿佛看见了曾经的我 你曾经陪我长大 现在到我长大了 我却发现我身边没有了你 你是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老师 你让我成熟 你让我成长 可是到我长大了 你却离开了 现在到我可能会 更好地面对明天 面对在我人生路口的下一个人 谢谢你曾经给我的青春和无畏 就这样 我选择放开我的手 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女儿问我 在我心里会有你的存在吗 我会说有一位老师 陪伴着我成长 我们花了八年的时间陪伴着彼此的成长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说再见 我要把你揉进我怀里 把你坐进我梦里 然后靠一个温分 分不着距离 爱过无能为力的年纪 我一定要拥有你 是我最亲爱的你 给我一张手情绪 关于你温暖名字 在每个戒然的线 也为你送赌 自去成长而坚固 星辰月为你祝福 一向你 梦就已难忘堵 同时万物生长的命令 为何你如此经历 你是若智若离 错写的诗句 爱过虚惯却没有年纪 我一定会告诉你 你是最亲爱的你 给你一张手情绪 关于你温暖名字 在每个戒然的线 也为你送赌 此去成长而坚固 星辰月为你祝福 一向你 就已难忘堵 陪你一整场飞行 飞过山穿几道鱼 在每个雨节的清晨里面 失去 明天声动而止体 又接近又一个你 一念你 星球分本离席 你是我最深大的飞行 星球分本离席 月辞营 岆穿几道鱼 海提摆 和再之葬 快 Milwaukee 试夕复处